普通人考试 Yes 手帐儿考试 普通人拿出试卷 是一场数学考试 只要在倒计时结束前 完成这些超简单的题目就好了 沙沙水啦 手帐儿拿出试卷 哇哦 全国手帐儿等级考试 这些题目全部都是跟手帐儿相关的 这个考试也太有趣了吧 立马写上我的名字 每一每准备开考啦 普通人开始考试 啊好紧张 啊怎么不对 啊这个这个啊 这个订阅 害得我好紧张 啊 啊不是溜吗 天啊 这么简单的题 我现在都好紧张啊 啊 我都不会算数了现在 让我来换个舒缓的音乐试试看 这样做起来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我直接一个下笔如有神 加油 啊啊这样没做完 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做完吗 手帐儿开始考试 开始做选择题 下列哪个人物是木子里 啊这不是送分题吗 第一个是卓大王 这个是乐多 很明显 B是木子里啦 第二题 著名手帐IP小马属属于以下哪个社团 这也太简单了吧 我们小马属可是手帐女明星耶 谁会不知道 当然是选A啦 接下来是填空题 写出四种手帐本常用尺寸 嗯我平时最常用的Wix 还有方方本 还有之前比较常用的A6本 呃还有一个B5拍子本算吗 现在经常用拍子本做报照式手帐 应该算吧 第二题写出任意四个手帐社团的名称 嗯这上面不是可以抄吗 不过我就是叛逆我不抄 我要自己写 来一个肉球 还有卓大王 阿玛尼利斯 还有一个 啊 吊吊门幕社 是叫这个名字吗 我该不会写错吧 接下来第三部分是连线题 正确连接社团及其IP形象 有四个IP 第一个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社团 你们知道吗 是这个 这个是提拉多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这个小女孩是橙子手帐的 还有这个超可爱的熊熊 就是有熊手帐啊 最后一题20分的创作题 请在以下区域创作一篇紫色系手帐 这么一块小小的区域 那就来做一个简简单单的 紫色迷你手帐吧 先来个美美美边 再贴上提拉多的紫色素材 紫色系牌吧 完成了 你们觉得好看吗 快点给我的创作打个分吧